说这个孔子的另一个学生 紫赛 你看很多都是孔子的学生 我们都提出来 七十二贤 流芳百世 古人最在乎的就是流明前古 他这个 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 现在人不太懂 一个是 这个会引起你的子孙 二能警示后人 有人说走了 谁说连自己下一代都无所谓 实际上道家讲这个成父 一代一代之间 走了还要再来 互相之间都有牵扯 你看我们阳法 以前 这个特别突出的时候 跟阴法都有相对的 连作 甚至说诸多少足 互相之间这个缘分呢 说不清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紫赛 他是自幼 丧母 然后父亲再娶 又生了两个 我们就可以往下想了 这个继母呢 对他不太好 全眠医的时候 给他一些破烂的棉絮 另外两个当然很好 有一次外出驾车的时候 他父亲 看到他 就是精神不振 搞得这个缰绳都掉了 那寒冬啊 他实在是忍不住 然后他父亲 也不问青红皂白 上去就打他 那事后呢 知道情况 打的这个衣服 衣服 皮开肉绽 这个棉絮一看 原来是这样 就要修了他的母亲 这个后母 那然后 他就求情 说你要修了母亲 我一个人 瘦了 你如果修了母亲 那三个孩子都要修了 然后他的母亲 就突然惊醒 也从此 就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那我们自然可想而知 现在社会啊 这个 后组建的家庭很多 家庭不稳定因素 很多 很多破裂的家庭 这个 几父几母啊 有的甚至 两个 都对孩子不好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紫赛啊 笑的同时 他同样是很聪明 因为他 上去年幼 他没有任何办法 二一个呢 他说出这种话 有可能是 出自于真心的 那最起码 他是有兄弟的情谊 他不想看到兄弟这样 所以说 当你无可奈何的时候 你就试一下 那如果还不行 那你只能认命啊 那就是你的命 父母 虽然很多没有 对你很好的教育 但是最起码有生的恩 你这一生 人生难得 你也能成长 学到很多 你又如果没有这个生命 那就不要提了嘛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